杨阳是个性格温和善良帅气的阳光大男孩,因此获得了无数名媚粉丝的喜爱,不过好脾气的杨阳也遭遇到了网络暴力,有位黑粉在网络上恶语重伤他,杨阳忍无可忍通过法律武器保护自己,起诉网友龚卡斯对其进行诽谤侮辱等侵权行为,近日该案件终于有了结果。 这件事还得追溯到2019年12月份,龚卡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内容,侮辱、诽谤、辱骂杨阳,对他进行网络言论攻击,一直到2020年2月21日,杨阳才对该账号的实际操作人吕某进行起诉。 被告吕某辩解称,发布的内容属于依据客观事实做出的个人陈述,其中包含的过激言论是针对原告粉丝的被迫反击,并不针对原告本人。 另外,被告还大言不惭地说道,原告作为明星应当对大众的正常评价具有容忍度,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。 而洋洋方面也提供了相关证据,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些内容是否是正常的评价。 可以看到,吕某使用了明显的侮辱性词汇,非常恶俗地骂人的字眼。 法院最终认定,吕某的行为属于名誉权侵权,判处吕某连续三日,在涉案平台主页置顶向洋洋赔礼道歉,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,共计三万元。 结果出来后,网友们表示支持洋洋的维权行为,支持维权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。 支持洋洋维权,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 这并不是洋洋第一次被黑粉攻击了,在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播出时,洋洋就因热度太高被人眼红,甚至一些无良营销号都在吃人显馒头。 经常吃瓜的各位可能也会关注一些八卦余记的账号,因为他们时不时就会曝光一些拍到的恋情,其中有一位余记也蛮火的,因为他曾经热衷于曝光明星吸烟,而被称作是行走的禁烟大使。 不过他其实也会曝光一些明星恋情之类的,只不过咖位太小,所以时常被吐槽赶紧找个厂去上班。 但是,就是这个营销号在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热播时连发两个瓜。 要知道,好巧不巧,两个瓜主的合作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正在热播之中,而且反响还很不错,这个时候被曝光很难不让人多想。 不禁让人猜测到底是这个余记变厉害了,还是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太货挡了别人的路, 那我们就一起分析分析,他这个瓜到底是真还是假吧? 他先是转发了一个博主内涵,黄锦鱼丝毫不掩饰恋情的微博,随即表示要素太多,两人很甜。 然后,又在评论区表示,自己拍的并没有被对方辟谣,暗示迪乐乐巴和黄锦鱼的恋情是真的。 但翻阅这位余记的微博就发现,他似乎并没有拍到过迪乐乐巴跟黄锦鱼私下同框的照片,唯一一次稍显亲密的还是在片场,周围围了一堆人,说服力不太强,似乎也不值得辟谣。 而且,即便是真的恋爱的话,好像也算不得是什么大的黑料,顶多就是南方的网传黑料有点多,这确实会影响到女方的事业,再说杨阳这个瓜就真的有点大了。 看完余记的漫画就会发现,这个瓜才是真的要素过多,有顶流,2019年在迪拜,曾和富贵女星恋爱,就连评论区的网友都在感慨,这是他第一次提供这么多的线索,接下来咱们看看漫画内容。 营销号称他和一名网友电话沟通之后见了面,网友说自己叫小薇,2017年成为了某男星的粉丝,因为经常拍摄男星两个人就相识了,但是2019年,男星和富贵女星的恋情突然曝光,引起了网友热议。 超人气男星怀疑是富贵女星团队故意放出照片炒作,非常失望,就分手了,然后和小薇谈起了恋爱,两年多时间处得不错。 2019年3月,小薇飞到迪拜看望正在拍戏的男星,小薇每次去看男星都是自己掏的钱,买机票送奢侈品花了十几万。 2019年9月,小薇和男星在西双版纳约会,拍了很多甜蜜表情包,超人气男星还举办生日会,为小薇演奏了音乐。 小薇还给营销浩看了和男星在头等舱的合影,以及两个人的聊天记录,还有男星提醒她吃避孕药的语音。 但是2021年7月份,男星突然停止和粉丝小薇的联系,让小薇非常伤心。 之所以网友猜测指的是杨阳,不是没有理由的,很多条都对得上。 首先,该迷男星拥有超人气,杨阳可是曾经的四大顶流之一,人气自然是杠杠的,其次很多时间线也都对得上。 2019年,杨阳和乔欣恋情曝光,乔欣可不就是营销浩笔下的富贵女星吗? 拥有上亿别墅,这还不叫富贵的话,那别墅都不答应。 当时两个人一起去伦敦过情人节,逛超市的照片还被拍到了。 情人节当天,杨阳晒出一张照片,网友说是乔欣拍的。 因为乔欣小号2月份发过和伦敦相关的内容,除此之外,两个人还都喜欢在家做脏脏包、牛脚包,发过很多疑似同一个地方的风景照片。 童年被曝分手,原因是杨阳不想公开恋情,想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事业上。 然后爆料称2019年3月份,小薇飞去迪拜看南星,当时杨阳正是在迪拜拍摄成龙的急先锋,继续插一下杨阳的行程,发现她2019年9月真的在西双版纳。 这一条也对得上。 而2019年9月,杨阳也确实在西双版纳。 网上有曝光一组美图,评论区也有人提到,这是在参加某品牌的活动时拍的,但是也不能直接确认就是杨阳,一点也不是没有。 比如生日会这一条,据悉杨阳这两年并没有开过生日会,一时间网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,有一部分网友认为不是杨阳,因为这个小薇没有像都美竹锤吴亦凡那样,自己放出很多照片录音,而是选择用漫画的形式表达,实在是没有可信度。 不过呢,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,时间线完全对得上,再加上现在娱乐圈这么乱,是杨阳的可能性很大。 这件事愈演愈烈,网友和杨阳的粉丝也都炸开了锅,一个个展开了激烈讨论。 而当天晚上十点左右,杨阳的经纪人贾世凯便在微博上向造谣者公开宣战,称其已经委托好律师正在搜集证据,要还杨阳一个清白。 倒也不怪当事人生气,是营销号那篇漫画虽没指名道姓,但真的经常看八卦的都能看出来,说的就是杨阳。 不过当时爆料好几天过去,营销号没有放出来合影和聊天记录,看起来有些看图编故事的嫌疑,关键,但营销号是有前科的。 经常雷声大雨点小,寒沙射影的叨叨半天,最后不了了之,简单点,下次爆料直接放实锤好不好,就是能锤死,点名道姓的那种。 杨阳也是躺枪,每播一部剧就会有新的恋情被曝光,完全就是朝黑体制啊。 也不知道杨阳的成绩挡了谁的道,希望对方能够光明正大的站出来,不要搞背后偷袭。 说回杨阳,她的出道起点很高,第一部戏就是话题十足的《红楼梦》,还是饰演的主角贾宝玉。 按说这个起点,以后娱乐圈还不是躺平吗? 结果并不是,不仅她没有平躺该剧的其他演员靠作品出头的也不多, 不能说杨阳不努力,她很努力也很踏实,老老实实拍戏也的确拍了不少, 各种题材各种角色,杨阳都做了不少尝试。 她IP盗墓笔既有她,还是饰演好评度很高的张启玲, 《三生三世》《十里桃花》有她饰演叶华, 《威威一笑寒清城》里也有她饰演男主萧奈, 正剧杨阳也演了不少,抗议剧在一起她有出演, 《建党伟业》里杨阳饰演杨开会的哥哥, 最近刚完结的《且是天下特战荣耀》也都是口碑佳作, 合作的也都是当下最有人气最有话题度的女星, 像是谋爽张天爱等,资源不可谓不好, 但是实话实说,杨阳的演技比当下的小鲜肉肯定是好一些, 但是跟真正的实力派又有些差距, 可是娱乐圈一代又一代的兴衰更替, 只有有实力和演技的演员才可以长久不衰地红下去, 杨阳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, 她的演技也需要花心思去细细地打磨, 至于恋情只要不出格很正常, 年纪不小了也不能一直单着呀。 好帅,